SOGO百貨的爭霸戰 他們兩邊的爭霸戰 似乎是完全沒有結束的 因為泰社集團跟遠東集團 是登了報紙兩邊互嗆 而且因為這一次 SOGO的敦南電爆發 基建泰社集團 總共有七千八十五 八百五十萬的租金 所以在這個月的十一號 恐怕會被法院查封 不過針對這樣的事情 遠東集團的老闆徐旭東 他卻是老神在在 他直說這是小事一件 主持股東會還有小股東來獻花 遠東集團董事長 其實中看似很開心 只是真的如此嗎 因為SOGO和泰社集團爆發 基建七千八百五十萬 租金的訴訟 被判敗訴 六月十一號將面臨百貨 和賬戶被查封 地方法院有一個意思說 如果我們這邊跟楓洋 就是就是房東 我今天不談SOGO事情 好不好 今天是航運的事情 徐旭東不願多談這件官司 因為其實SOGO敦暖館的房東 是泰社集團旗下的楓洋新業 雙方六年租約 原本是到今年年底 年租金1.02億元 不過泰社表示 2007年4月以後 SOGO就停止付租金 因此告上法院 不過SOGO認為泰社 並沒有提供報銷單據 所以只願意用當押金1億多的本票 來扣抵部分租金 真的是小事一件嗎 原來SOGO除了要繼續上述外 只要提供等值於7850萬的擔保品 反擔保就不會遭到查封的命運 只是兩邊戰火 還有從法院燒到平面媒體上 最近報上就可以看到 這樣大小類似的廣告 一邊是批評 圓東集團絕非善意投資人 一邊是批評泰社 讓SOGO一度瀕臨倒閉 看來SOGO經濟權大戰 似乎沒有完全停火 明日新聞 我是洪西域 台北報導